就问问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么离谱的事 今天正在岛上闲逛 突然就收到了这样一条消息 偷情吗绿头 Oh my god 我操 这不是180斤胖头鱼吗 这家伙难道是想 你懂吧 我懂什么啊我懂 那就是来一场紧张又刺激了 巅峰赛 不是哥们 你有病啊 想玩刺激的竟然是带我来打巅峰 不懂这家伙一天天是咋想的 不好好跟自己的蛋拉子小面玩 也不去找绯闻男友顾梦 去来找我这个帅气又大方的绿头 可能就是单纯的看我实力强长得帅吧 让我问这家伙现在是怎么个事 你难道不要蛋拉子和你的顾梦了吗 没事这样他们两个又不知道 你这小子就喜欢玩这些刺激的是吧 真的是认识了这么久 都没有发现这胖头鱼不仅能吃 而且还是个BT呀 我还有更刺激的 你想不想玩呀 好好好 我看我把这截图一会儿给孤梦发过去 你小子就等着挨揍吧 我们先陪着他演下去 什么刺激的 多惯了我就告诉你 这要求还挺多 那决赛咱们就努力一下吧 我倒要看看这小子整什么幺蛾子 出来干条 你不要过来啊 溜了溜了溜了 这老六是真多啊 抱裤衩子都要骗尿了 那么你就看看胖头鱼的操作吧 虽然没有吃坤 但是我们还是比较好奇什么刺激的 这个 在我家你敢不敢来呀 我绿头都没有什么怕的 窗圆 这怎么这么多人 绿头哥哥 快来鞭吃我吧 家人们快跑啊 这小子是真BT呀 我是真的受不了一点 让我赶紧躺女仆身上休息会儿 把这些证据给孤梦发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